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谁是终极英雄 女仪仗兵护起手的选拔竞赛现场 经过了前一轮的复活赛的比赛 一共有六位女仪仗队员进入到了我们这一轮的比赛 我们这一轮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六位参加比赛的选手入场 我们女仪仗队员入场的队列都是一道非常靓丽的风景 这里有几十个信封 每一个信封当中都装有一个国家国旗的图案 选手们随机抽取里面的一个信封 然后回答这面国旗是哪个国家的 它的地理位置在哪里 首都在哪里 和我们国家建交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这个国家的现任元首是谁 这五个要点缺一不可 回答正确的选手向前跨出一步 回答错误的后退一步 最后呢根据我们选手的位置呢 来确定最后的比赛成绩 选手们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好 准备抽题 好 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我要问一下韩杰评委 为什么要对我们仪仗兵进行这种 国旗识别的这样一种锻炼呢 和培养呢 在我们正式执行任务的时候 在阅兵式开始之前 都要升来访国的国旗 奏来访国的国歌 那么如果我们仪仗兵 对来访国的国歌熟悉的话 他就能够在整个仪式当中 很好地来把握时间节点 为下一步做动作 做好准备 同时我们仪仗兵 对每一个来访国的国歌 国旗的熟悉 也体现着对来访国的尊重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位选手抽的是 哪个国家的国旗的图案 请回答 正面国旗是乌兹别克斯坦 共和国国旗 简称乌兹别克斯坦 地理位置位于中亚内陆国家 首都塔什干 与我国建交日是 1992年1月2日 现任国家元首总统 沙夫卡特米罗莫诺维奇 米尔吉约耶夫报完病 来我们请评委评判 六号选手回答的很正确 我们来看下一位选手 请回答 正面国旗是厄瓜多尔共和国国旗 它位于南美洲 首都是基多 与我国的建交日是1980年1月2日 总统是拉斐尔克雷亚德尔加多 请评委评判 是这样 要素都回答齐全 但是地理位置差一点点 它是位于南美洲的西北部 我们来看这位选手 抽的是哪个国家国旗的图案 正面国旗所代表的国家 是捷克共和国 它的地理位置是中欧地区内陆国家 它的首都在布拉格 与我国的建交日是1993年1月1日 它的总统是米洛什泽曼 报告回答完毕 请评委评判 四号选手回答正确 这面是波兰共和国国旗 简称波兰 波兰位于欧洲大陆中部 首都华沙 与我国建交日是1949年10月7日 现任总统安洁一杜达 报完毕 请评委评判 五号选手回答正确 来我们看一下这位选手 这面国旗所代表的国家是智利共和国 它位于南美洲的西南部 首都是圣地亚哥 与我国建交日期是1970年12月15日 现任国家元首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 报完毕 请评委评判 七号选手回答正确 祝贺 我们来看下一位选手 这面国旗所代表的国家是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简称埃及 位于北非东部首都开罗 与中国建交日1956年5月30日 国家元首总统阿普杜勒法塔克赛希 报告回答完毕 请评委评判 八号选手也回答正确 好 祝贺 现在2013年我参加咱们 谁是终极英雄这个比拼过程中 我们也有这个环节 我们现在请三号 我选择16号题 这个国家想必我们大家都不陌生 它是我们的近邻俄罗斯的国旗 全名俄罗斯联邦 地理位置横跨欧亚两大洲 与我国建交的时间是1949年10月2日 总统普京总理 梅德威杰夫 谢谢 回答完毕 我想 我选择19号题 这是德国国旗 全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位于中欧首都柏林 与我国1972年10月11日建交 东统约阿西姆高科 董礼安格拉默克尔回答完毕 想问一下国强评委 通过什么样的训练能让我们的选手 对于这些知识点记得这么牢 这么轻呢 我们每年仪仗队 要执行上百次的仪仗司令任务 在每次任务之前 我们都会对来访国的国家 一些基本情况 总统总理 地理位置 建交时间 都会组织学习 同时 我们每名执行任务的队员 都会有一个任务记录本 对所参加的任务时间 地点 来访人 都会有详细的记录 正是因为这种培养和学习 所以啊 我们每名仪仗队员 都具备了这种 背继国旗的能力 特别是在2008年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我们仪仗队担负13个场馆 205面国旗的升旗任务 做到了分秒不差 受到了组委会的高度在揚 正是平时的这种 勤学苦练 这种善于积累 才在关键时刻呢 顺利地圆满地完成的任务 好 非常好 有请韩杰评委 宣布本轮比赛的结果 经过这一轮比拼 四号 五号 六号 七号 胜出 晋级下一轮 接下来 我们要进行的是端枪正步行进 四位选手来争夺两张晋级决赛的入场券 有请选手入场 好 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我要问一下韩杰评委 枪里的动作呢 主要包括哪几种 立冰枪啊 是我们仪仗兵 经常使用的手中武器 在训练当中也好 在执行的任务当中也好 都要用到 那么平时 我们在使用枪的时候 枪上的动作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持枪站立 其次 然后是拖枪 枪放下 再一个 在阅兵式的时候 我们要行举枪礼 最后 然后是在分裂式行进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进行钻拖枪互换 好的 刚才我在看着战友们入场的时候 包括在看那个军阅前资料片的时候呢 感觉到你们拿这个枪呢 都非常的轻松 我来 体会一下它的重量 跟那个 当时我们新兵的时候 批枪那个81-1的重量 差不多 那我要问一下 程程评委 我们女兵的 这个礼宾枪呢 和男兵的重量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力量上呢 差了很多 为了弥补这个短板呢 我们做了哪些努力呢 在力量上 女队员和男队员确实有所差距 所以我们也会采取一些方法 比如说 绑沙带练踢腿 令马扎占军资 劈枪挂水壶等 来提高耐力和体力的训练 为了检验训练成果 我们还定期组织 女队员和男队员进行PK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现在我们的力量一点都不比男队员差 好的 听了您的介绍呢 我们对这个环节呢 充满了期待 因为端枪再加上正步行进 这个难度啊 真的是不小 好 选手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有请我们的两位评委 李茂婷评委和孙国祥评委 来在场上做出评判 下做下意哦 转 过枪连贯动作 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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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方向 走 太帅了 真的是太帅了 刚才在端枪行进的过程当中呢 我的脑子里面呢 就四个字 英姿萨爽 采访一下我们的选手 刚才呢 你在行进当中呢 和平时训练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认为已经发挥出了 我平时训练的标准 但是我希望 以后训练的时候 还需要 再提高 再进步 我用十个字来告诉您吧 就是心中有信仰 脚下有力量 讲得太好了 对于我今天的表现 我还是很满意的 无论结果怎么样 我都能坦然面对 我觉得我今天的表现 还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没有晋级的话 我也不会气馁 反而给了我更大的动力 继续为了这个梦想而努力 请评委点评 比赛进行到现在 应该说啊 留在场上的 都是强者中的强者 刚才啊 咱们四号和六号 两位选手 在比赛过程中 应该说端枪很稳固 动作也很标准 最后在测量的过程中 两个人前后距离保持的 都是120厘米 分毫不差 因为一米二 这个距离啊 然后是一个技术上的 一个要求 前后在行进的时候 保持住 这样的队形 看着然后是更美观 那么条令上 然后也有规定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 前一名同志的脚跟 距后一名同志的脚尖 是90公分 如果在行进的过程当中 再加上我们脚的长度 基本上就是120公分 那么我们把这个120公分呢 然后给它固化下来 前后距离 保持均等 左右间隔 保持均等 那么整个队形的 整齐 威武 雄壮 也就走了出来 五号和七号这一边 刚才两位选手 都体现出了较高的动作水准 整体的行进当中 均姿端正 动作自然大方 假如说 非要让我鸡蛋里挑骨头的话 可能五号 在行进过程当中 需要再把臂肘撑起来 七号呢 需要加强行进过程当中的 整体的稳固性 大家呢 实力相当 究竟谁呢 晋级下一轮 但是呢 再难取舍 也要比出一个高低 下面呢 请评委 为选手举牌 四号选手得到了 三位评委的支持 五号选手得到了 一位评委的支持 六号选手 得到了一位评委的支持 比赛呢 接近决赛 竞争的异常激烈 刚才呢 四号选手得到了三票 五号和六号选手呢 各得到了一位评委的支持 但是呢 晋级决赛的 只能是两名选手 现在呢 四号选手已经晋级成功了 那么五号六号 就要选择一位晋级决赛 请评委呢 再为五号六号 举一次牌 评委们准备好了吗 请评委们 举牌 结果已经出来了 五号选手得到两位评委的支持 六号选手得到三位评委的支持 六号 胜出 四号六号成功晋级 祝贺你们 好 请四号和六号呢 下场准备 进入决赛 我来采访一下 两位不能够晋级成功的选手 来谈一下这时候 你的感受 通过这次比赛 我也认识到自己不足 也会让自己以后继续努力 然后希望两位晋级的同志 也不要骄傲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时刻准备着 是我们追赶的目标 虽然在这一关没有晋级 但是我对今天的表现 已经非常满意了 然后我还会继续努力 然后希望胜出的两位战友 也是好好进行接下来的比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进入中级对抗的两名选手 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 我们通过刚才的比赛 也不难发现 其实所有的选手水平都非常的优秀 其实我们现场的各位评委 那更是伸手不凡 比如说年龄最小的孙国祥评委 在三年前的《谁是终极英雄》比拼当中 在蒙眼刀入笑环节 他曾经创造了一秒钟准确完成的记录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视频 四位小小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可以开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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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分开 你得多一样 反正 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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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五号选手孙国祥的双手 为了练习迅速精准的刀入翘动作 他的左手被刀尖无数次的扎伤 他的右手被刀柄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和多出的血泡 这双手见证了一仗边艰苦的付出和辛勤的努力 刚才通过视频我们看到国祥练这个刀礼的时候应该说很辛苦 给我们介绍一下苦练刀礼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们仪仗队执行的每一起仪仗司礼任务都做到了精彩绝伦万无一失 圆满的完成任务是每名仪仗兵的职责 对于每一个细节的高标准是每名仪仗兵不懈的追求 那在这里想问一下李茂廷评委 那您作为执行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刀礼它都有什么样的含义 指挥刀作为人民意志的代表军队力量的化身 国为军威的写照 拥有着至高无上的荣誉和尊严 它的动作包括持刀拔刀撇刀利刀举刀和刀入鞘 这六个动作 拔刀时要求握刀迅速准确 撇刀时手臂与刀成一条直线设计为一个请字 象征着中国军队礼尚浩克热爱和平 利刀则象征着脱起民族的尊严 举刀包含着中国军队是一只仁义之师和平之师 包含着善待友邦真爱有人的民族品格 军刀礼是在任务当中最高礼仪 它要求整个的动作干净利落大方得体 同时更高的境界要达到人刀合一 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执行队长在场上进行演示 在九三胜利一日大阅兵的时候 孙国祥评委担任的就是护起手 当时的表现堪称完美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担任护起手 有什么样的体会 胜利一日大阅兵是我国首次以纪念抗日战争 伟大胜利为主题的阅兵 在受领任务以后 我们绑着沙袋练漆腿 对着镜子练眼神 拉上绳子练标棋 加班加点练耐力 正是通过这种训练 我们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走出了中国力量 展现出了中国军队维护和平 捍卫和平的钢铁力量 从仪仗队员到一名护起手 应该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位置变化 那么在这里请问一下韩杰评委 仪仗队员和护起手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区别 原先他们是在队列当中 而现在呢 他们然后要站到仪仗队的排头这个位置 他们的不服不速的变化 对整个仪仗队整体水平的发挥 能够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说他这个位置 责任是非常的重大 程程评委啊 是我们三军仪仗队的第一位女护起手 应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 那么成为一名女护起手 到底要经历多长时间的训练 训练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经历 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一般队员至少要用五个月以上 才能编队执行任务 那护起兵的话就更难了 我从护起兵的训练到首次亮相 一共是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 我记得在训练初期刚开始挂枪的时候 我们所挂的冲锋枪 比其他队员所用的五六十半自动步枪还要沉 经常一挂就是一整天 有一次训练下来 我的左肩膀肿得又红又高 疼得胳膊都抬不起来 更别说做动作了 但是面对沉重的责任 我没有退缩的理由 更要为所有女队员做好表率 我晚上用冰块冰敷 白天缠上绷带继续训练 就是这样一天天坚持 一天天提高 终于在2014年的5月12日 我光荣 而且自豪的向祖国和人民 交上了一份合格答卷 那么对于女护其手的表现 韩建平伟做何评价 女护其手的表现 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第一次上场 第一次去执行任务 放着一般的同志 比如说像心里边 可能会有些紧张 以紧张的情况下 动作容易变形 但是我们的护其手 表现得让是非常的优异 在刚才咱们介绍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注意到陶宇龙老师 一直是跃跃欲试 陶老师您有什么话要说 我能到三军渔战队 就感到特别的高兴 我在休息室休息的时候 我看到墙上 有一首诗 特别好 我现在要给全国的观众 朗诵一下 数百剑儿 仪表堂堂 三军标兵 荣耀辉光 冬练三九 汉师荣装 夏恋三福 赶迎招阳 气使如红 手握 钢枪 整齐画意 破步 成枪 第万山队练 第万山队面 四头枪 升势雷队 豪迈 坑枪 赶索 中华 中华儿 中华儿 日记手 共欢唱 好的 现在两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他们的终极对决 接下来就是我们最激动人心的比拼了 两名进入这一轮环节的选手 将最终评出谁是我们终极英雄的最后的获胜者 本关比赛规则 两名决赛选手卓李福作为军旗护旗手 进行迎宾动作演示 评委组予以点评 评委最终表决票数最高的一方为胜出者 胜出者将成为一让队候选女护旗手 同时他也将获得本期的终极英雄 好 各位想听委 女护旗手和男护旗手相比呢 他的难点在哪 在每次任务之前 我们一让队都要进行严格的政治考核和人员选拔 军旗组在迎宾仪式中 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前列 引领三军接受检阅 而我们的女护旗手不管是在棋步入场 还是在分裂式行进过程中 都是最靠近外宾的位置 所以说我们女护旗手的选拔 不光是在心理上万里挑一 更是在动作上万里挑一 是方方面面都是强者 做到走百米不差分毫 走百步不差分秒 才能成为我们万里挑一的女护旗手 那么有三个训练难点呢 也是护旗兵在平时训练的过程当中 需要然后经常去强调的 也需要让重点去解决的 第一个然后训练的难点 就是我们男棋手和男护旗兵 他们的平均身高是一米八八 而我们的女护旗手 他们的身高是一米七五到一米七九之间 这里边呢 有近十公分的这个差距 但是要求他们的动作要统一 那么枪线要达到一致 腿线要达到一致 第二个训练的重点呢 三个人要求在执行任务当中 以及在训练的时候 要达成一个很整齐的一个排面 那么这个时间标棋就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标棋训练 也作为一个重点和难点来进行解决 第三个重点难点是什么呢 是他们然后挂的这个枪 他们挂的这个枪啊 然后是叫五六式冲锋枪 这个枪的权重是三点九公斤 并且还是然后常年累月的挂着 这样啊对他们的身体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求他们在训练的时候 在挂着枪的时候 不能影响动作 军资还要保持正直 这样有利于整体形象的展示 有请四号和六号上场抽签 来决出决赛的上场顺序 我们仪仗兵 女护棋手呢 是身着空军服装的 现在呢 我们进入决赛的两名选手呢 已经身着空军服装 在这里呢 正装待发 准备进入决赛的PK 首先来进行一个抽签 来决定出场的次举 六号选手 第一个出场 担任护棋手 进行迎宾动作演示 有请六号选手 担任护棋手 担任护棋手 二号选手 用选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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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四号选手入场 担任护起手 完成一次迎宾动作演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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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